从5月下旬开始,很多消息 财新等传媒都引述内地监管部门、监管机构 都调查恒大,包括持股三成的神经银行 通过不同间接也好,直接的渠道也好 向恒大提供过千亿规模的资金 有这样的关联交易 触发到恒大近期,股价、债价全部都很弱很差 自至下午2点为止,今天下午2点 我们看看它是来四只股份,跌幅相当显著 最少那只都捱一成的跌幅 最多那只要跌成三成三,就是恒腾 股价表现比较差一些 这段期间,其实很多消息传说 恒大要砍价、卖楼、泼水 又说集团有很多商业票据 未能及时可以对付得到 另外今日就住恒大也说被内地评级公司 中诚信国际列入观察名单 集团做很多事想挽回市场的信心 交流会又说很有信心想减债 将三条红线实现到最少有一条可以变到绿色 另外也有很多澄清公告 针对所说的一些商票未及时对付的情况 亦都做过一些回购股份 上天都扔了一亿出来去做回购 但是市场的信心始终都不是很旧 为什么投资者的戒心是那么重呢? 其实如果看回一些投资者 如果对整个恒大系的信心的话 其实看债券的市场是最直接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恒大物业一般一些房地产的公司 他们都会发债去做一些融资 发债作为主要 当时其实我有看过 中国恒大3333 他发了一只最近期 2025年6月到期一个公司 其实已经跌幅超过一成比了 其实你看到公司很有信心 不断在这里澄清 没有债务的问题 而且流动性方面非常充裕 但是你看到如果在债券 恒大系的市场的格格都这么波动 而且仍然都是持续下降 甚至公司也是说了 会做回购的一个决定的话 但是债券也都是没有 见底反弹的格价的话 其实很明显你看到 投资者对于恒大的信心 其实是仍然不足的 加上你想想 2025年到期的债券 现在2021年 其实相差还有大约三年多 但是那些人 都是对于他2025年的债券 可不可以兑换到 或者可以熟到期 仍然都是比较担心 所以其实你看到 恒大系的资金流动性 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紧张时期 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整个恒大系 你看到好像说 恒大自己本身千亿房企 你见到它卖楼其实OK的 去年你说的销售额 都超过7200亿人仔 今年定的目标都7500亿 就算我们看头五个月的销售 其实回款都说有2500多亿 你见到它的钱是有些回笼的情况回到来 但是大家都仍然很关注 就是早年当然 地产商很大力地扩张 它是其中之一间 所以令到它的债务就升得很重要 如果我们看它整体的借款 相当之庞大的数目 说到7000亿流上 而一年以来要还的钱 说到都超过3000多亿 刚才都说 集团就希望给到市场一些信心 负债那里 起码刚才说 好了三条红线 最少要实现一条可以变绿色的 但是对于减债方面 究竟市场有没有信心呢? 减债 其实你见到恒大物业 如果我们在整个H股内房的板块来说的话 龙头一定是说它 加上就是中海外688 但是你见到 从去年开始的时候 中央开始说 就是内房要开始推三条红线 要控制它们在流动性方面的问题 杠杆率方面 一定要去除化的情况之下 恒大其实在去年的2月开始 已经是有少少的资金的流动性危机 加上要记得 其实它是曾经减价去卖楼 那段时间 其实应该是疫情的时候 刚刚爆发都挺严重的 那你见到 其实如果看回恒大的股价图的话 333 它在2021年的2月的时候 开始宣布说要减价卖楼 当时股价就在大概差不多16元这些水平 好了 这个消息一出完之后 股价还行了一段时间 已经持续到现在跌到11元的水平 那所以其实你见到它这么急 在2月份的时候 股价16元的时候要减价卖楼 直到现在到今年的时候 已经是6月份的时候 持续四五个月 都已经见到股价持续下降的话 你见到这么急去卖楼的情况 确实是要快些 有这个资金的回笼的情况 那加上你见到其实恒大集团 它旗下的其他相关的一些股份 H股上市 比如6666恒大物业 甚至你见到恒大汽车708 都相计做一些配股或者股东减辞 所以其实你见到 在资金的流动性那方面 确实是有一个 alert的讯号